让佛子们一一加持 众人发喜充满 眷恋之余 并纷纷高举手机 拍摄眼前宝物 为此殊胜姻缘 珍惜当下 永至留念 为终 排桃法师邀请 随行弟子们发表感言 从个别浅谈的故事 与感怀中 对于大和尚的慈悲教诲 总不妥感恩 大和尚也勉励众人 由内而外 自我修持 你消除我之 才可以看到 你的佛性自信 如是因如是果 不要去想 中间后面会怎样 在因地 因地努力 果上随缘 但是记住 改变不是改变对方 是改变你自己 千万不要用佛法的尺度 去要求对方 是因为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被你影响 要让别人亲近我们 所以各位来看 藏传佛教很多愤怒尊 为什么它盖起来 愤怒尊不是朝外 愤怒尊是朝内 所以他们挂的 骷髅头什么意思 就是贪嗔吃慢 要把自己的 这些缺点斩断 千万你不要修愤怒 修到一部分愤怒的样子 愤怒是针对自己 征服自己 这些我执 所以他用愤怒尊 极净尊是对别人 这样 很庄严 所以你看佛菩萨身上 所有的配件都是为了表法的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所以我想 你的眼神 你穿衣服 你走路 你一定要表现出佛教徒的 样子 本质 不能有个性 只能有佛性 这个就是念佛 你要走到佛性 最快的方法就是慈悲 最有力量的就是菩提心 所以为了帮助对方 我一定要像佛的样子 佛的身口意 这样去展现 仿佛是空行菩萨的安排 不但朝圣行程末了 经历五个多小时的山路 长途跋涉 在通往喜马拉雅山的风向 造访了此地唯一 共有不动佛的寺院 哈顿寺 哈顿寺 位于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 除了是撒迦法王的千年佛寺 也是海盗法师 数年来前往不丹朝圣的行程中 首度植域的不动佛寺院 佛寺中 供奉的不动佛主尊 高约两米多 极为殊胜庄严 据西于九世纪史 第一世 撒迦法王在西藏完成佛像建造 得天女感应现前 将佛像运来此地 因而得名哈顶寺 主尊不动如来手中的金刚处 也是由第一世撒迦法王 所取出的珍贵福藏 执此殊胜姻缘 海盗法师领众 在哈顶寺举行不动佛超度法会 并愿以此功德 互分宗教 祖我 娑婆世界 皆能同瞻法喜 同受法义 但这个责任 拔去苦难 所以我们三成本是释迦牧的国 然后呢 无常生生为妙法 在这边 形状化的姑娘 都供佛 各位也发给愿 把这部经弘扬扬到全世界 好不好 好 因为这是救度众生的 这两个咒 众人随着海盗法师 专注唱颂不动如来经咒 与八纪苦难土罗尼金 过程中 海盗法师直处死官 并领终为所写牌位观想 其以所作一切功德 为十六道众生 十方法界 名阳两地 要观想我们这几天所写的牌位 这世界各地曾经有死亡灾难 特别各位都观想了天主基督教的父母 其他宗教的各种往生者 深深范背念念菩提 借由诗实慈悲烟云 从寺庙充延前掠过 恍如素式传承的慈悲愿力 在转眼成空的觉醒中 菩提遍现 为佛法传灯之路 再续前缘 前程回向后 或许是感应到焦 海淘大河上 冷静泪水 与众人分享 自己当下的深刻体会 我讲一下我的感受 因为看到我 上来的时候 就 一直想要哭 然后我都觉得 这些地方我都坐过 所以他大概也是 或许如果他们讲这个故事 就从西藏过来 有几回一起过来 所以又一起去福藏 所以他们中间就生病死掉了 那时候又过来 跟自己的家人过来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 对不对吧 很熟悉 但是就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调为类 所以当然也有发愿说 那将来要回来 要祝他们 不管是谁吧 所以跟他就 免到回上去 就会很强烈 随着山峰凉鸟 扬送众人的慈悲祝福 也圆满 也圆满了当日 在帕罗哈蒂寺的 不动佛超度法会 尤如佛法 为缩薄众生 留下的福藏心印 在虚空中 传扬慈悲祝福 晚间 在饭店的欢送会中 数据来随行的司机导游们 特别准备了不丹精彩的传统舞蹈 来表达对海淘法师 与随行佛子们的真挚感谢与祝福 此行不丹的大法官 也特别前来祝福致意 海淘法师在致辞中 感谢圆满此行的所有姻缘 与每一个人 更愿连师的教法 能国际化 供养到全世界 我非常感谢不丹 就像一个寺庙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寺庙 那这个世界虽然科技物质发达 但事实上人类最需要的是慈悲智慧 所以在不丹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是像出家人修行一样 所以也更希望 因为连师圣像的圆满 那是佛学院的圆满 甚至大宝福藏防晦的这种开始进行 能够把连师的教法 特别是佛法 帮助整个世界 让每一个众生 特别是人类 能够找到自己 能够恢复自己的佛性 我想是最主要 所以这一团圆满 要感谢各种各种的姻缘 特别是我们 卡迪亚娜基金会 我们给钱拉玛 多谢 给钱康布 多谢拉玛 很多法师 不断地在帮助 还有行社 特别是司机 导游 种种的姻缘 然后我们 让我们朝圣了很多很多的 殊胜的地方 我想我们都是佛教徒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和谐 众生以苦 我想我们身上都有连师的生命 我们身上的背负了 连王胜大师的誓愿使命 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当然我最期望的就是 连师的教法不是的 不断的 是全世界众生的 所以希望不断的佛教 能够国际化 能够弘扬到全世界 晚会中 哈蒂斯的住持一家人 包括即将贡献佛门的九岁女儿 前来觐见海淘法师 大和尚也特别表扬 哈蒂斯住持 让两女儿献身佛教 来承担佛教慈悲 毕生之殊胜不适 不但大宝福藏朝圣之行 包括固执连师大宝福藏党会 广生佛学院等项目 合起来 总共超过三十万美金 众人善与掌声 安心的飞行 幕僚 海淘法师也以法宝结缘品 与当地导游司机等人结缘 众人以六慈大名的慈悲咒语 与当地导游司机等人结缘 透过不单传统的舞蹈表演 与面具舞象征性的祝福 犹如法世空而来的美善传承 一位道老普藏 在不单的慈悲收盛行旅 画下圆满剧念 王八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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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Sky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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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能解决恨 要以爱解决恨 慈悲不分宗教都可以帮助对方 因为你有悲心 你不想再生气了 唯有爱可以消除怨恨 你恨我 我恨你 你恨我 我恨你 你纠缠我 我纠缠你 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事情永远没法化解的一天 所以我们要把佛法用在这上面 所以以后各位要 要跟你的病和平相处 他现在痛啊痛啊 一定有一个痛的众生 包括你的业力 你有业力他才会找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自己除了忏悔 对这个鬼神要慈悲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这么苦 你也苦我也苦 我现在帮你要做功德啦 要去参加放生 参加法会 你也跟着来哦 你要跟他说法 大众的加持力哦 我也向你忏悔哦 我也要准备调整我的生活 我把它调整好 我的功德也回向给你 我好 你也好 这叫自我疗愈 很多人用这种方法 很多人在医院里面 癌症很久了 中医 西医 搞得老半天好不好 不好 你回去 自我疗愈吧 酷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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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你有一个宗教的信仰方法 你幻觉看看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勇敢爱家的野猪王 在一个村庄旁的山林里 生活着许多野猪 其中有一只野猪 长得非常壮硕 它那长长的獠牙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当地人都称它为野猪王 这个树干实在太高了 我过不去啊 是啊 我们过不去要怎么办呢 孩子们 发生什么事了 爸爸爸爸 我们的路被挡住了 我们过不去了 是啊 那个树干实在太高了 我们爬不过去 怎么办啊 是吗 那让我来帮帮我这两个可爱的小宝贝吧 哎呀 爸爸 你真是太强了 是啊 爸爸 这么大的树 你都能掀开 你好厉害哦 宝贝们 要知道你爸爸 可是最厉害的野猪 人类都称呼他为野猪王呢 野猪王啊 听起来好酷哦 是啊 爸爸 人类是不是也很怕你啊 野猪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要知道 很多猎人都想把我干掉呢 哎呀 你说这些做什么 好了好了 孩子们 现在没东西挡路了 我们继续走吧 红薯 是野猪最喜欢吃的食物 这天晚上 野猪王带着一家人 悄悄地 流到了山下的农田里 快吃吧 吃完了 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 真是太好吃了 妈妈 我们能天天来这里吃红薯吗 那可不行 这些红薯是人类的 如果被他们发现 那可就危险了 你们快点吃 吃饱了 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 我们的爸爸可是野猪王 难道人类不害怕他吗 你们别说话了 赶快吃吧 怎么了 我闻到了猎犬的味道 快 猎犬来了 你快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里 孩子们 快点跟妈妈走 不行 孩子们跑不快 我得为他们 争取更多的时间 冲啊 痛啊 好痛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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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受伤了 怎么样 痛吗 没关系 只是皮肉伤而已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去别的山头 为什么 今天 我打伤了几只猎狗 有猎狗的地方 一定有猎人 我想猎人们 一定会到山上来 找我们的 所以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嗯 我听你的 孩子们 我们要搬家了 走了 可恶的野猪 竟然跑到村子里来捣乱 看这脚印 我想一定是野猪王干的 野猪王 难道这山上 真的有野猪王 有啊 很多村民 都曾见过这头野猪王 它比平常的野猪 大出一倍以上 而且 这家伙非常聪明 要想抓到它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它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明天 就上山抓住它吧 要是能够抓到野猪王 那我们可就出名了 第二天 猎人们便带着猎犬 来到山林 寻找野猪王 而此时 野猪王已经带着它们全家 来到了另一个山头 爸爸 爸爸 这是什么 好好吃哦 是啊 爸爸 这东西和红薯 一样好吃 这是栗子 你们看 它们就长在这棵树上 哎呀 树上还长着那么多栗子 可是 我们怎么才能吃到它们呢 是啊 树那么高 孩子 别担心 我来将它们弄下来 好多栗子 太棒了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大吃一顿了 妈妈妈妈 我要吃 快帮我打开栗子嘛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着急啊 真是太好吃了 爸爸妈妈 这里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可好多了 是啊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栗子 妈妈 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 不要再搬走了 好啊 你们喜欢这里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好了 难道那只野猪王 真的可以跑这么远的路 来到这里 既然猎犬根据它的气味找到了这里 那野猪王肯定是跑到这里了 我们总以为猪嘴笨 其实不然 这只野猪王 似乎明白世界上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想法 这么说 它还偷人心的呀 可以这样说吧 所以 如果我们看到了野猪王 可不能太大意啊 这次我们人多 一旦发现了野猪王 我们就将它团团围住 别让它跑了 嗯 正在低头咬栗子的野猪王 忽然停下来不动了 吹过来的微风告诉它 有猎人正在向他们逼近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猎人和猎狗的味道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嗯 怎么了 我闻到了猎人和猎狗的味道 那该怎么办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翻过这座山脊 逃进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面 否则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们快走吧 孩子们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等一下 妈妈 我还没吃饱呢 是啊 妈妈 你不是说 我们不会再离开这里了吗 不要吃了 猎人来了 我们必须快点离开这里 野猪王和他的妻子 拼命地催促孩子们快跑 可是 这两只淘气的小野猪 却只顾着寻找可口的栗子 还没等野猪王一家越过山岭 猎狗们汪汪的吼叫声 已经传了过来 不好 猎狗来了 快跑 妈妈 我好怕哦 妈妈 我不想被猎狗抓到啊 这样下去可不行 孩子们太小了 他们是跑不过猎狗的 这该怎么办呢 太好了 这里有个洞 快 快进洞里躲着 我先去把猎狗引走 你再带着孩子们快逃 你可要小心点啊 好的 我会小心的 来吧 来追我吧 好大的一头野猪 果然是野猪王 不要大意 可别让他跑了 糟糕 这次危险了 野猪王 我看你这次 还能往哪里跑 哎呀 不好 哎 让他给跑掉了 从这么高的山谷上滚下去 他难道就不怕摔死吗 他可是野猪王啊 哪里会那么容易摔死啊 没错 野猪王终究是一头勇敢的野猪 为了他的家人 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身体多处受伤 所以直到半夜 才走到那片原始森林 在森林边缘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正在那里等着他的到来呢 爸爸爸爸 你回来了 太好了 爸爸没事 小宝贝 小宝贝 别担心 爸爸会永远保护着你们的 士兵和豹子的故事 这是一个发生在埃及沙漠里的故事 一位被俘虑 一位被俘虏的法国士兵 趁着夜色偷走了一匹马逃进了沙漠 真是太幸运了 终于逃出来了 我的部队 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哎呀 不好 这里怎么会有个悬崖 哎呀 怎么会这样 这下子要怎么办啊 啊 这里竟然有吃的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有水 还有吃的 哎 这里还有个山洞 真是不错的地方 好困啊 跑了那么久 实在是又累又困 我需要先睡一觉 恢复体力 没过多久 一头成年的母豹出现了 要知道 能在沙漠里 找到如此丰盛的食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怎么会是 洞里怎么会有一股 陌生的味道 什么声音啊 怎么会有打呼的声音 啊 天啊 一只大豹 这要怎么办啊 我刚从敌营里逃出来 现在竟然成了爆的俘虏 哎 身上的枪被敌人取走了 要是有枪的话 我就不怕它 哎 对了 我还有一把短刀 用短刀能杀死它吗 好机会 我出其不意的 一刀砍下去 一定会将它杀死的 如果我一刀 不能将它杀死 那我可就锁定了 它进来的时候 一定是发现我了 既然那时 它没有咬死我 嗯 那我还是别太盲撞的好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豹子睁开了眼睛 然后 认真地舔着自己的前转 啊 啊 我不会伤害你的 真的 我只是路过这里 你让我想起来 我家里养的那只猫咪 不过 你可比它 大多了 我家的猫咪 就喜欢我这样摸它 没想到 你也喜欢 嗯 嗯 趁它还陶醉着 我要快离开这里 现在它是不饿 一旦它饿了 那我可就 变成了它的食物了 哎 哎 啊 它怎么追出来了 不会 是要吃我吧 啊 你还想让我给你按摩是吧 嗯 嗯 那 好吧 这只豹子 竟然对我毫不提防了 我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一刀插进它的心脏 大猫咪 或许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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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